近日永康一位市民下班的路上 捡到了一疊现金 民警运用高科技 三个小时就成功找到了施主 那天晚上下班 就是在公司待得比较晚 然后就走小路回家 就是路过那边的时候 就看到地上 就是有很大一片的东西 跟路面不一样 然后就用手机照了一下 发现是一滴的现金 就把那个钱捡起来 然后点了一下 是4800 因为当时已经深夜 谷怨明把4800元现金带回了家 第二天一早 谷怨明就来到辖区警务站 告诉民警 这档现金是他昨晚捡到的 警务站民警立即开启寻人模式 启用天眼圆周和无人机 帮忙寻找施主 天眼圆周回放视频 查找 谁走过 经过这个路口 然后我们锁定两个人 还有我们通关我们高科技的 无人机进行对于圆周周围 进行喊话 告知 丢失了 高科技一运用果然立竿见影 施主周盈亮听到无人机喊话后 立即来到警务站任领 经核队民警确认 他就是这笔钱的施主 从这笔钱送到警务站 到寻找到施主 仅用了三个小时 这个钱放在这里准备去吃饭的 其实是 后来也不知道 钱掉了 这种精神我感觉值得发扬 我特别要感谢他 类似启用高科技 高效寻人寻物的 永康江南派出所 自去年9月以来 已成功找回老人三个 小孩12个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记者刘芳芳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